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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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论这个题目呢 在活用哲学这一块呢 它需要做很多的铺层 为什么需要做很多的铺层呢 因为知识论呢 他问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个有趣的问题呢 知识论问的问题是 如何获得100%确定的知识 那像这个数学系的同学 他就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呢 这就是我们每日的生活 daily practice 所以说数学系的人可以说 唯一符合知识论要求的学问 很简单 就是数学 请大家先注意这些事情 因为上礼拜上课的时候 有很多同学大惑不解 非常难以了解 为什么不但是我所有的哲学家 包含从柏拉图一开始 就会强调数学的重要性 那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数学的重要性的道理 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就是你要追求知识 你要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就是这个知识不可以出错 如果出错你还说他是对的 你就说谎 说谎在道德上就是低下的 道德低下的就是贱 就没有道德的人就可以贱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事情的话呢 这种推理就叫无限上纲啊 请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的社会中 很喜欢用别人做不到的知识要求 来对别人提出诉求 然后同时倒过来就说别人就是 道德上的低下 因为你宣称了你要做的事情 结果你做不到 做不到的理由是 你只能够做到七成八成 九成甚至九十九成 九点九成都不管用 因为它离百分之百的确定性 还有一点距离 而偏偏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另外一项重视的生活 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生活是知识的生活 所以知识论讲的是知识 另外一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生活 是信念 信念 我现在跟大家先强调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 就是用你听就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这样听还不理解的话呢 你一定要阅读 那个required reading What a philosopher can do 最好是读一下原文版 又免费又清楚 翻译本 我始终觉得翻译起来感觉上隔靴搔痒 但是请大家注意 在你了解说 哦 我们日常中依附生存的原则有两种 一个是真实的 真实的 就是知识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知识这个字翻译成中文 跟英文knowledge 或者法文laconnaissance 是完全不一样的 英文跟法文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 What do you know? 这个责任在英文当中的表现就是 I know that I'm the student of NTU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这件事情就是要像铁一般的certain I know that I claim the knowledge Therefore I know it 这个要大家要了解 这个语感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就是你要上知识论的话 这个语感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一旦使用这种语言之后 你就觉得你有道德上的责任要举证 刚好我名字就叫举证了 你要想到说 比如说我知道 我知道台湾的未来一定走自己的道路 你知道个屁呀 知道 这怎么可能是你知道的 未来你能活多久 你活100岁好了 那200年后的未来呢? 所以你不知道应该是我相信 所以这个知识上的区分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是一谈混战打泥巴掌 大家对于未来的含义不是非常了解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 上知识论论论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关键的问题 上礼拜有一同学很好 他问我说老师上课喜欢Diagress 讲到这一章然后就跳到这边 那为了展现老师的功力 我还没开始讲了我就已经讲一大堆了 那同学说没有教材我不会读书 转学啊来这里干嘛呢? 我们讲的东西80%都要你自己好好阅读到 本来照理说应该是大家坐在一起 围成一圈的讨论问题啊 像哈佛大学一样啊 所以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对知识 要有一种感觉 这个真的是活用中的精华 这个是最精华的部分 就是当你claim knowledge的时候你要有责任 说我讲东西如果是假的 我马上手动汉 哇 哇 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繁无奇的时候讲说 这件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 回过头就把头给你了 不可能说谎话头都下来了 所以对于知识 对于科学家的这种认知 这种强烈的感觉 现在已经 但是当年的时候 或是我们原先对于知识的诉求的时候 是非常严肃的 然后我们才开始 这个道家的哲学就kicks in 就说干嘛那么严肃呢 难道你不知道人是有限的存有者吗 人的活的时间有限 人的活的这个范围有限 时间跟空间都是有限的 人怎么可能在生命当中 会追求那无限永恒的知识呢 所以大家要做这种调整 所有的人都因此获得一种relief relief的意思就是 原来做人不必那么累啊 干嘛每天要学数学 还要拿数学当生活的规范呢 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那么严重 只有一种人例外 你知不知道哪一种人例外 你知不知道哪一种人例外 头被上帝闻过的 那是有一个with mathematical mind which happens to be you right 是不是 ok 不只有一种人例外 在大学里面的人例外 为什么啊 听得懂嘛 听得懂 现在懂了嘛 所以大学可以读可以不读你知道吗 读的话是自己找罪受很痛苦 所有的知识 知识当中要不断地怀疑怀疑 求证求证 怀疑又求证求证又怀疑 怀疑怀疑怀疑 我礼拜三上怀疑论 礼拜二上活用哲学 怀疑又求证求证又怀疑 怀疑来怀疑去 只有大学人才会干这件事情 其他人不干这种事情的啊 公务人员怎么可以随便乱怀疑呢 公务人员要读什么 公务人员要读什么书 公务人员最好就是 全部变成机器人来做事就好了 对不对 公务人员的话 根本不需要有独立自主的心灵 因为你没有独立自主心灵的话 使命必达跟那个什么送快递的一样多好 军人的话最好就是全部变成机械军人啊 knowledge 这个字是很严肃的 所以同学们先要了解 所以知识论中谈到的是这个责任 尤其是我们在大学 我在大学我给大家了很多伸张空间的管道 不要用台大学生这四个字来做掩护 没有用的 你只是背负了比较重的学术十字架而已 人家一讲 比如说我当台大教授 我出了任何事情 人家就讲台大蒙修教授无耻 大家一看的话有这个 台大蒙修 台大蒙修管我屁事 教授无耻 教授有耻啊干嘛 如果你是这种不要脸的话 社会不会原谅你啊 为什么 因为社会认为说你已经负担 担负了知识的十字架 然后最后你没有做到 你却坐享其成 事实上的话呢 我如果在屏东科技大学教授 跟台大教授的薪水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是大学 高等教育是标准的共产社会 有的话再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是你要负责写计划申请什么的 所以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大家对我们这个有特别的期许呢 关键在这里啊 关键在这里就是大家认为你是背负了知识的十字架 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 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富贵枫养呢 跑到台大来干嘛 我以前的话我在台湾教过四所大学 前面三所我都快乐得不得了 到这里我痛苦得要命 为什么 无日三省无身啊 这个为学生模而不忠乎 与学生交而不信乎 传业给学生 自己晚上有没有练习练习 就压力非常大 觉得学生是一种很渴望学习的求知 求真 是这样 所以知识论当中这个是这样子 那同学们听了 我刻意地想到说讲得非常明白 但是道理很深 道理很深 这个是第一部分 我这一部分我做了一个小结论 就是说当你宣称知识的时候 当你要用到那个动词I know的时候 你要有这种道德上的义务 要来证实你说的东西 I know that 这个bracket 底下是要真实的 比如说我完全不能够容忍 就是说在我们班上说书读不懂 我认为你还不如说你像那个同学上次讲一样 我对读书没兴趣 但是我没有读不懂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叫天才 有一种说我书读不懂 但是我要夹带在大家都很厉害的人 这不可以 这不可以 为什么 就是要读懂 那读懂 什么叫懂 这个知识论讲的第二步非常重要 我现在做一点铺陈 刚刚第一部分的话是一个新的观点 大家都知道 因为就是数学系人坐在这边 他讲说跟你讲说 只有我们台大数学系 才真正是台大的科系 因为我们是100%确定的知识 你们其他都在混 什么政治 社会 经济 我最近昨天还写了一篇文章写经济学 经济学的基础大有问题了 真的要学经济系的人自己 都不会否认经济系 经济学的基础大有问题啊 人性隔肚皮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要做什么消费 对不对 但是人家数学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 什么叫读懂 你读书读一本大家都一样 我最近开了required reading 没有人说他读不懂 什么叫看懂 你懂我意思吗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就是说怎么样达到那种精神上的高潮 啊哈 哇哇哇哇 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经历过 有没有经历过 有一件事情 是非经过不知难 啊 旧风知己千杯少 后面那句不要学了 前面事情经过困难以后 啊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对 了解了 掌握到了 体会了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这个叫读懂了 你应该常常有这种经验嘛 比如说大家都读不懂 后来你看着看着看着 有一种人其实很悲哀你知道吗 就是他没有看不懂的东西 他就没有遇到过困难 没有遇到过困难的人完蛋了 第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自杀 就是放逐自我 受不了检验你知道吗 最了不起的人就是一直遭受困难 像我一样 每次都能够克服困难 然后再继续面对困难 然后再继续克服 这种人最好了 他疲了你知道吗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讲 哎呦大不了的话 哪一次哪一次我经历过更多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遇到困难遇到挫折 其实是好事情你知道吗 像你当学生的时候 你不遭到困难 你将来的话 在做事的时候遇到老板 老板大骂你 很想讲说开玩笑 你为什么侮辱我父母 你没有你父母 会有你这种笨蛋 自杀 不行啊 不行不好 没帮助 了解吗 所以呢 什么叫读懂 这是知识中的第二个部分 比如说我讲说 我们看到一个局势 随便讲吧 昨天上电视讲的内容 德国大选的结果 德国的局势发展 现在欧洲的大选 德国是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 欧洲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的driving force 推动力 没有欧洲这块地方 我们人类的文明没有办法到达今天 这些都是事实 那德国的大选结果 基督教民主党跟基督教社会党的联盟 取得了33%的选票 梅克尔所带领的这个联盟 梅克尔 梅克尔夫人 继续要组织内阁 成为第四度的德国的首相 那这是事实 然后德国有一个第三位叫Alternative Party 另类选择党不到13% 但是在国会中取得93席 这是事实 然后有人马上打电话给我写篇评论吧 我说写篇写什么呢 他说我们都看不懂 这个事实代表什么含义 我跟同学说过 我跟同学说过 你不看国外新闻你要看国内新闻 国外新闻目前会做最大的 今天就是轮到日本要 10月22号要改选 也影响很深远 跟你的命直接相关 日本要改选的原因就是要不要重新武装化 日本要搞核子弹 跟北潭互射 你认为这个哪一个射不准 就射到哪去了 就在我们这一带离我们不远 所以跟大家有关 你现在 不但我们跟大家有关 没有一个人跑得掉 我们现在离不开台湾是因为退休金 万一台湾都没了还要这干嘛呢 所以说感觉上很麻烦 所以说大家就要了解 国外新闻很重要 他打电话给我 要我去解读 理由是他看不懂 问我看不看得懂 我当然为了生存 我说看得懂啊 看得懂啊 当然看得懂啊 我看不懂 还谁看得懂 当然要讲一讲 可是问题是我真的看懂吗 我也看不懂 我跟你一样 我跟你一样 我不会比你们聪明 我也不会比你聪明 我可能比你瘦一点 其他没有什么差别 是外表而已 是量的问题 值的问题上来讲 我不能够说我一定比你聪明 我看不懂 可是我就开始想了 怎么样把事情看懂呢 那我要找这个 英文有个字叫unprecedented 就是前所未见的 前所未见的才是重点 如果是habitual thinking 如果说每日如此的话 就不是重点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啊 请大家注意 第一件你要看懂一件事情 你先要找 看懂看不懂 你要找他前所未见的特例 特殊的案例发生了 然后这个特例呢 在这个大选中的环境当中 他的特别性质在哪里 然后以及他的未来 所以你要看他的现在 看他的过去 看他的未来 如果你能够把这三点看穿以后呢 你一讲出来 别人觉得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 所以呢 你就要讲了 要看懂 看懂当然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了 为什么 比如说有社会科 一定有社会科学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用文字的理解 大家都一样 全部的一样的text 你读我们今天的知识论 你读最后一章 What philosophy can do 你读最后一章 然后呢 你会发觉一样的text 读出来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你赶快再告诉自己 读第二遍 读第二遍你发觉 第一遍没有感觉的原因是有一些智慧 vocabularies you didn't understand 所以你把它put aside 那这一次你查一下字典 来了解 这一次 那你在读这个text的时候 你读到当中 说 What philosophy can do? In order to end that question Let's ask what philosophy cannot do? 最后一章就这样写的 第一个 What philosophy can do? 诶 不懂啊 因为你的书名叫哲学能做什么 然后你的最后一章 一开始第一节讲哲学不能做什么 搞不懂啊 读不懂 那不能做什么 那废话哲学本来就没用 不读 不读你就当掉了 不要惹我到我年终的话 required reading 考填充题 Open book填充题 一共300页的书里面找找找找找 你看看能不能填得出来 老师你这个简直是干图资系的事情 这不是 这不是知识啊 对 反正大家都读不懂嘛 所以这就要了解 比如说 比如说 上礼拜我跟大家强调 论辩的时候 要principle of charity 本来是要照 我们的小花助教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宽容的原则 来进行论辩的基础 辩赢的关键点的话 不是要压制别人吗 获得绝对的胜利啊 让别人哑口无言 怎么还让别人感觉到先提出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立场 然后这样子才有助于辩论的发生 为什么 不好懂啊 到时候看最后一章 What a philosophy can do 是张宁 他的第一章 What a philosophy can do 为什么 为什么出现这种转折 然后第一个话呢 要进行论辩 为什么要very much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时候你要看懂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理解的过程中都非常不一样 每一个人在理解的过程中 得出来的结果其实是不一样的 只有一门学科例外 就是你们两个学科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在理解的过程中得出了都是不一样的结果 只有数学例外 这四个部分 每一个人是叫做 重点是 那一个人 你我他 每一个人 所以读懂一样东西 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事情 那理解 understanding一定是一个过程 为什么 你从不懂到懂 比如说你小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 在老师发数学题目一下来的一题 一发下来 全班人都乍看之下不懂 你也不会例外 然后突然一下你最先找出答案的一勾 就是0 par c 或是饼 结果老师讲说 这次全班不及格 只有一个人及格 就是这位同学 对不对 你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这种经验 全班人不懂就你一个人懂 理解是一个过程 所以每一个人在理解的过程中 得出来 如果是文字像你外文系的这一段text 说 为什么 I say in English in order to launch a meaningful debate you first of all have to employ 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in order to let the opponent speaker has something to cite and then you will start to from that point 所以当你讲到这个时候 你一看乍看一下 为什么在辩论的时候 需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的宽厚跟仁慈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讨论 你会有这个问题啊 你们难道没有这个问题吗 我要你们读 你们大家都搞错了 在台大上课的时候 90%以上的内容是你自己要读的 所以老师我没有习惯读书 转学啊 台湾有很多的大学 都是老师求的学生读书啊 台大不一样啊 我们已经 我一开始跟大家强调过 大家要去读 就连这个问题想都不想 我觉得我本来很期待 一上课学生觉得 老师 我读完以后 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我觉得跟人家辩论的时候 不需要采用宽容的原则 应该有这种吗 没有 没有 每个人都是 老师我求这张课是营养学分啊 你让我不舒服 我都不会修的 今天是最后的决定日 有空位 全班要修的人随便 都可以来修 有空位嘛 就可以 但是 请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在理解的过程中 每一个人的理解的方式 都不会太一样的 结果不会一样 你突然觉得我懂了 我懂了 啊哈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只有你们例外 你们一旦得到答案的时候 所以老师敢讲说 不是丙 不是C 是A 你马上站起来讲说 你是吃死的还是吃的 是粮食的 我们好好来辩论一下 你才有这种勇气啊 即使你有社交障碍 你到底吃什么长大的 你都有这种振振有声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真理站在你那边 他是数学推理 可是我问你 如果是道德推理的话 你有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比如说经过了30年后 你突然发觉 原来在大学时代 你真正爱的人是他而不是他 更惨的是 后面那个他居然睡在你旁边 你突然明白了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 绝对证明说 其实是前面那个他 是睡在别人旁边的他 而不是睡在你旁边的他 你有没有办法绝对的证明 像数学一样的明确证明 有没有办法 什么应该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 你觉得有没有 可能像数学一样的明确证明 没有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不晓得 绝对没有 很难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超越了我们的表达能力 就是读懂以后 大部分说来都是蛮对的 大部分说来是蛮对的 但是 为什么 30年了你还感觉不出来 你都快死了 你还不知道你到底爱谁 你这个人活着干嘛 对不对 你数学的话 3秒钟就知道答案了 是不是 是不是3秒钟就知道答案了 想一下 30秒钟 30分钟好了 你30年的话 解开很多定理了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如果按照这个 每半年一篇论文出来的话 30年的话 你可以解出重要的论文的话 那么七八十个 一百多个定理都解出来了 解完了 可是这种人的问题 所以读懂一定是这四项原则 第一 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事情 是你自己脑袋运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当很多人在强调什么教育的方法啦 有效的这种学习啦 轻松快乐的读英文 我都不相信 我通通不相信 我通通不相信 为什么 我学过三种语言 你知道 我学过三种 我所有 我从一个极度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以前是个羞涩 而且讲话会有口级的无知青年 少年 你可以想象 我以前是非常羞涩的人吗 无法想象 以前我讲话的时候笨到什么程度 我一激动的时候就会掉眼泪 And I cannot control it 以前我是这样的人啊 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障碍了 我就是一步一步 这是我个人 在这个发展过程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 在理解一件事情过程 所以说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事情 然后你要自己来学习 那个学习过程是学习那个理解的过程 最后你会担心 他会不会跟人家东西不一样 然后你要马上想到 我有个标杆 这个标杆是数学 为什么读数学的人 有这个信心 谈恋爱的人没有这个信心 为什么 你不用到台大来 你就会有这种经验啊 为什么 很多人会觉得说 哎呀老师 我告诉大家 我大致上算过大概2000个人里头 有一个人可以读台大数学系 2000个人里面有 所以剩下那1999个人会觉得说 老师不要啰嗦 不要每天拿数学举例啦 要兼顾其他的人 我们不行可以吧 我说我也不行 但是我为什么绝不客气呢 因为这一种推理的模式 是我们要学习的标杆 所以我这个四个观点跟大家注意 每一个人 理解的过程 不一样的结果 数学推理的标杆 这个构成 这一件事情构成读懂的要理 同学们可以自己拿去 不要读懂 活懂 看懂 对任何事情 从谈恋爱到做数学 这个range 够大了吧 这是all inclusive 这个非常非常大的range 够大了 所以在里头 所以你总要掌握这个要领 我现在在台湾是有名的 我啥都能讲你知道吗? 我前一阵子还讲到那个两岸的医药论坛 在厦门 还是我专门负责演讲 医药 我过不久要讲到那个名牌的哲学 为什么要挂这个牌子包包 不挂这个牌子包包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要教人家写剧本的 从侦探片 战争片 动作片 写到A片 我都会啊 都能讲啊 这都很重要啊 为什么? 我懂啊 我从不懂 从一个无知的少年 从羞涩不堪 讲话口急 你知道我为什么口急? 你知道我为什么口急? 我小时候讲话是口急的 因为我爸爸 不晓得脑袋中了什么邪 学儒家 我爸原来做政大中文系 我稍微表演他一下 就是说他很早 当然别人爸爸都还搞不清楚 什么叫文字的时候 我爸已经当了中文系教授了 他读儒家读书都识 他尊右而背左 我天生是个左撇子 我就这样 我现在两只手都完全一样 他硬把我左手绑起来 叫我用右手写字 还要练书法 还要背古文 所以现在那个文言文争议的时候 我讲说什么45% 什么55% 应该99% 因为我从小就在那边 每天每次看那边背古文 然后我爸爸年纪很大 就是对别人很尊敬 对我非常凶残 所以没办法对抗 就每天背 打下了我这个用字浅词的基础 我天生橘子高雅言谈不俗 这是圣首拈来 这个是 这个绝妙好词是不绝于耳 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这个有一次我看一个电影叫King's Speech 国王的声音 George the Fifth 我在看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 我太太说 人家国王学讲话 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人到底正不正常 人家我太太是看到爱情文艺大剧片的时候 哭得一塌糊涂 我就发现很无聊 很无聊都假的 废话 如果你主角不是找她的话 找那个找阿批婆来演的话 你会哭吗 就常常就杀她风景 可是这个戏 我太太讲说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 无法言语 一时之间呢 电影结束以后 我太太问我说 全戏院剩我们两个人 要走还是不走 我都已经完全忘掉时间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国王从小就是左手被改成右手 然后突然得了失语症 变成口级 然后一辈子的口级 讲话讲不出来 以前我妈妈 要我去买公车票的时候 我一集说不出来都要用唱的 我要两张公车票 都是用唱的 后来我看里面演的一模一样的情节 你知道 哇 从来不知道自己先天 我从来不敢认为自己这个致命不凡 可是这一下子发觉确实是异于常人 就受到如此的虐待 这是真的 所以说 我在那个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就深刻地体会出 我这个大脑可能被改过了 因为这种 现在已经没有人有这种想法了 你当爸爸说你会把你左手的那个儿子 用手绑起来 叫他用右手学书法吗? 然后还要去参加比赛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吗? 这不是很痛苦吗? 所以我们这个助教跟我讲 我这个人很喜欢写《行草制》 为什么? 因为我学书法的过程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啊 我要告诉大家 两件事情 知识的定义跟读懂的关键是知识论的精华 首先你要讲知识一定要讲100%的确定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讨论 那拥有100%确定的知识 但是得不到可以怎么样呢? 是挫折吗? 是真的认为道德上比较低下吗? 是真的认为自己在说谎吗? 还是要逆来顺受面对现实 这个是我们所要掌握的重点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逐步了解的重点就在这里 自明的知识 我这个introduction介绍的比较长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同学们要懂得善问 除非什么呢? 除非你完全被我说服了 完全被我说服了 哇! illuminating 什么叫illuminating? 光冲上来了 启蒙了 原来道理这么简单 启蒙了 为什么? 因为迪卡尔太了不起了 迪卡尔问了unprecedented questions 迪卡尔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科学诞生了 大家知道吗? 因为科学诞生了 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彻彻底底改变了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很幸运也很不幸 我一出生的时候我爸就50岁了 你说这个叫幸运还叫不幸? 非常不幸啊 我爸爸没有跟我一起运动过 我爸爸完全不了解我生活周遭的知识 而且我爸爸的话呢 应该扮演我的爷爷 结果他扮演了我的真祖父 我们隔代教养 我们现在是隔三代教养 所以我从小的话呢 感觉上我缺乏父爱 但是我充满了真祖父爱 生活当中 记忆当中 把时间整个压缩掉 100年压成10年 所以我到10岁以前的时候活的 我跟你讲我爸爸的辫子留到10年啊 我爸爸天生是个书法天才啊 他12岁的时候就会写碑文啊 我们家里现在那块碑还留着啊 我是山东屈服人啊 那可不是盖的啊 然后天才所以家里认为说是不得了 要出状元了 就是叫他去准备 我爸爸出生的时候科举已经停科了 居然这个消息快过了20年才传到我们老家 大家发觉都已经没有人考试了 你还学什么书法 所以就是活在这种 这种完全是交错的时代当中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呢 就是受到了这个 时间上的压缩 可是我后来慢慢慢慢长大 出国留学的时候发觉 我根本不用读国学 我家里的话一般人只有Wikipedia 我家里有个活的Wikipedia 任何事情我一问 没有找不到答案的 今时止急如是道随便问 再不行的话呢 他一大堆喝酒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是各行的这个高手 都很简单 所以现在要我啥都能讲 我根本都不害怕 讲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就很有把握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学问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 我后来跟我爸爸处得很好 我带他去博物馆看 我带他到博物馆去看 有一次在历史博物馆看了 历代货币展 哇 那天真的是 感受到能够穿越时空的威力 一直看到清代最后那个铜钱通宝 我爸爸突然很兴奋地指那个柜子上讲说 我小的时候拿这个买花生米 突然之间觉得整个场景 都完全变成了古色古像 我都穿得跟梁三伯一样 觉得哇 哇 你们绝对不会有这种经验的人 你绝对不会有经验的人 你爸爸的话 大概你长到四岁 你爸爸跟你叮枸枝了 年轻嘛 打棒球的时候还球会丢到你头上的 你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没有这种历史感 不可能的 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现在在台大嚣张是有理由的 我牺牲了童年 赚到了老年 跟你们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我要讲什么呢 我要讲科学 科学在整个中华文化下所引发的震撼 1915年 在北京发行的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胡适合办的 胡适到台湾的陈独秀是共产党的成立人 2015年我跟北大、复旦、浙大、安大 还有台大 我们五校合办了五场研讨会 有关新青年文化 新文化 我们叫新文化运动 两年后要武士运动100年纪念 这是新文化的100年纪念 当时我看了所有的document 我非常感慨 我们的文化因为没有科学 而且没有出笛卡尔这种人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来消化科学 对人类文明的冲击 到我们今天 都是属于一种零文化的状态 我们今天花了很大的功夫 要证明自己有文化而丝毫没有想过 我们其实 如果你去翻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他里面说 他里面说 从汉朝到明朝 基本上生活没有改变的 服装、穿着、运用、生活各方面 政治、社会、经济都没有变化的 到了明末清除西方的工业化革命一开始以后 我们才出现改变 而事实上西方的工业化革命在铺陈 在17世纪就已经做好 要迎接新的科学时代的来临 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笛卡尔的工作 就是在几乎是同步 他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 也是一个数学家 Deductive Geometry 叫什么线星代数 Deductive algebra 是笛卡尔发明的 重要的哲学家 牛顿、莱布尼茨发明维基芬 他们跟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就是同步的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 我们到现在的中国哲学家谈心啊、谈性啊 我讲说人性非善非乐、人性本贱 没有人相信你在开玩笑 我说我在台大课堂中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人性不贱的话 人性怎么会需要人管理 人不需要管理哪来的政治 人没有政治 人怎么会活得有希望 人家都有我在开玩笑 我完完全全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化这种科学的精神 你可以问我们的助教 我在讲到迪卡尔的精神的时候 我是把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放在一起 独一无二 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在了解 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嘱咐绝大多数 不是奈民就是穷人 我没有乱讲我家里是奈民 我们不是穷人 听我刚刚的简介就知道 我们在大陆不会是穷人 对不对 但是我不需要直讲 我只需要暗示 你听得懂 就听得懂 这件事情是属于你个人的 而且是有理解的历程 而且你得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事情要让大家知道笛卡尔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说现代哲学的第一人 我上礼拜有没有跟大家强调 我当年在比利时鲁文大学求知的时候 我们分两个校区的事情 我们分两个校区 其中一个校区是荷兰文的校区 另外一个校区是法文的校区 我的法文是在鲁文大学的法文部学的 我的算是英文是在荷兰文部学的 我的博士最后是在荷兰语校区哪里 在这两种当中的话 所有的荷兰文部的哲学史 是从泰利斯开始一路讲下来 可是人家的法文部的哲学史 第一个人就是笛卡尔 然后开始讲批判 对笛卡尔来讲外在的批判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件事情 就是说从上哲学的第一课 大家就发觉这个时代要的精神是什么 这个时代要的是笛卡尔精神 但是很遗憾的 很少人能够把笛卡尔的精神能够说得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看不懂 一直没有真正的看得懂 笛卡尔到底在说什么 在想什么 在讲什么 没有办法用一种有charity的方式 来了解笛卡尔在做什么 然后没有办法用知识的百分之百的确定性 来了解笛卡尔做什么 然后没有办法用看得懂的心情 来了解笛卡尔说什么 如果说你一下子知道什么叫读懂的话 那么就没有读得懂的可能性 什么叫读懂非常好 就是说有一样东西 你看新闻 你看新闻报道 没有读不懂的可能性 可是你看哲学文章 就有读不懂的地方 对不对 我举了很多例子 我不想再讲了 但是哲学文章你读不懂的地方的话呢 他是故意的让你先看不懂 然后再看得懂 报道杂志的话讲台北逊 在汐止地区有人养两只大狗 其中有一只离奇死亡 腿部还有一个伤口据传 主人可能神经失调 以至于在狗的腿上咬了下 另外一只反抗不成 被关在狗笼子里头 还有一只失血过多所以死了 这是新闻 没有读不懂的 就是你看到一个场景 他等于在描述一个狗在咬 一个人在咬狗 然后狗反过来咬 结果失败的这样过程 可是哲学文章写的就不一样了 哲学文章写说 比如说有人讨论到如何进行理性的交谈 那这件事情的话呢 理性交谈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理性交谈的背后的目的 是要说服对方 那理性交谈的话呢 又要说服对方有矛盾 为什么 因为当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说服对方呢 要让对方放弃自己的理性啊 谁会放弃自己的理性 宣称自己不知道自己没有理性呢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要想办法 先让别人愿意跟你对谈 让别人打开心中的障碍 把所有的观念全部讲清楚以后 你才能够慢慢地把对方的观念 逐一整理 了解 消化 最后举出来它有矛盾 有不一致的地方 换而言之的话呢 在哲学文章中要读懂 你去读读柏拉图的对话录 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就这一套啊 一开始让你发觉 好像我在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都很简单 后来才发觉 其实它让我充分说的时候呢 就是要字谱其短啊 然后你就发觉 所以读懂读不懂是 文字的表达出现了需要上升 超越表面的意义所出现的问题 懂了吗 比方说同学想要打算 你去读三国演义 你可以拿来读故事 你可以仔细孔明的战术 孔明的战术永远是这一招 先假装战败 后退到一个山谷 突然之间正面移向敌人 山谷两旁的高山上 丢下的石灰巨木石落石 然后当敌人讲说不得了快撤的时候 发觉后面张飞已经带来一支五千人的禁旅 前面的话呢 各式各样已经买好了陷阱什么的 突然一下以退为进 突然就啊 原来孔明这一招厉害 假装战败 所以这个就是啊原来懂 这叫策略计策计模就这个意思 换而言之 语言没有办法表达思想中的那种快速转折 即使有转折也只能够表达 三国演义只表达一个层次叫以退为进 数学几百个层次叫为继分 这个哲学语言弄到大概三到四个层次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你这样发觉啊 把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 你才读得懂 这就是读懂的意思 所以你一开始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什么叫读懂 为什么 因为读懂是你个人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发觉很荒唐 一个好大学的老师 怎么每一天问学生有没有读书 没有读书手伸出来大 考填充题 这个不是很羞辱人吗 教育不就是搞成这样子 我整天在讲 不适合读书就不要读大学了 大学本来就没有必要的 你大学当中有用的东西吗 不到十分之一二啊 大部分时间都在混啊 要背的东西的话 你读医学系 你觉得说老师我们很用功 没错但是一百年后 一万年后 人脑袋中有Google i的时候 你所有需要背的东西全部取消了 你还要干嘛 不就是读懂看懂学懂吗 就是那个懂吗 understanding吗 对不对 所以把人的骨骼 人一共全身上下多少块骨头 三百多 四百多 两百多 两百多骨头 所以要背这个很辛苦对不对 那在Google上都有啊 如果一大眼睛一闭呢 脑袋中变成一个萤幕一看好 就清楚得不得了 那还要你来读什么背什么骨头呢 不浪费时间吗 但是骨头在哪里有什么作用 这个要懂啊 这个懂是你个人 好 大家就继续听我讲了 在笛卡尔之前的哲学家 为什么笛卡尔在我们学校的法语区 有这种批判的力量 和你得嘎 一讲到得嘎 大家都是读哲学的都莫名其妙兴奋 因为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家都错了 这种震撼力 你们要懂这种哲学在社会上引发的震撼力 现在讲都错了 那这个还得了 那这些人错在哪里呢 他们总是认为很多知识 其实是致名的 英文有一个专用的字 致名的self-evident 就说人之易于禽兽者几兮 人不同于禽兽 因为有理性的关系 所以人不同于禽兽 亚里斯多德说的 Human beings are rational animals 人家讲说 那你怎么知道呢? 亚里斯多德说 张开你那愚蠢的双眼看一看 人的道德使得人跟动物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一听 没错 道德是致名的self-evident 人本身来讲 比如说 这个道德发展到极致出现了三个观念 比如说 上帝是存在的 我们刚过完中原节 人的灵魂会是无限的 不灭的 有鬼 在哪不知道 但七月份都出来了 这个就是self-evident 然后人是自由的 人的自由当中鲁迅写得最清楚 所以我读阿Q正传的时候 我就用哲学的眼光在读他 我发觉 这个力量太伟大了 不管你怎么骂我 怎么侮辱我 怎么羞愧我 我回过来想 你是我孙子你才打我 你骂我 我心里想着 我不在骂你 连你老婆也都在骂你 我都知道你根本就是个下流胚 自己一边挨打挨骂 一边很自由地想 然后打完以后 他就说你怎么不怕打呢 因为我刚刚在我的脑海中痛打了你一顿 双方一样残忍 这个叫阿Q嘛 对不对 但是它说明了人本身 他有自由的意志 这个力量非常伟大你知道吗 虐待我过程就是爱我 不爱我 他怎么会虐待我呢 对不对 他怎么要费力气来虐待我呢 就是爽 我不是讲SM 我是在讲父母 这种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人就会产生这种自由的意志在解释当中 会什么呢 这是真的啊 你拥有自由的意志 而且是绝对 沙特说这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意志啊 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啊 以前我在大学读书最大的任务就是 不是任务了 就是理想就是留美 留美到了美国 那时候美国什么都叫你甜 其中最引发争议的就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 你有没有传染病 后来引发争议是因为艾滋病的关系 就让人家艾滋病就是说谎 底下都写得很严肃 就是你说谎的话 你可能永远进不了美国 就是很可怕 因为在那个时代 很贫穷的时代 永远进不了美国代表 就是只差一点就变成死刑这种味道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 你是不是共产党党员 那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反共了一辈子 所以说不是不是 没有没有 那这个还有一条是 你什么宗教 那这个我们同学当中有很多人脑袋不清楚啊 我家里是信基督教就没有这个问题啊 而且你不但说是I'm a Christian and I love God God say everything to me 那老妹一听 Wow you are qualified as American citizen 对不对 这个是 但是很多人很傻你知道 信妈祖的 然后觉得妈祖不像神 就写ethyst I'm an atheist 那个海关问他讲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ethyst 知道什么叫ethyst I hope that your English is good enough to understand this part of the class 他讲说 你填无神论者 老美说你说说看 你怎么证明上帝不存在 不要说读懂 听得懂问题以后更可怕 要在老美面前证明上帝不存在 成功了 不能进去 This is the country of God 失败了 说谎了 不能进去 You either case You won't go 对不对 让自己陷入逻辑上的矛盾 所以我们后来到这个留学讲座 还特别在教育部办理还强调说 填宗教的时候要填theist 有神论 都比填 把那个A字带着那个 立可把那个A字涂掉 我相信有神存在 但是到底哪个宗教 我正在选择 那老美就讲 which religion you think is the best of course whatever American believes and I will follow it 这个 It's the only correct answer 所以说这个是致命 self-evident knowledge 上帝存在 自由意志 靈魂不灭 是大家认为不需要论证的 他們都存在的 在的 所以说呢 笛卡尔出现的这个震撼就在这 他反对任何形态的知识是致命的 不需要检讨 那这个同学们就要了解了 就是以往 当我讲到知识 就是讲到个人看得懂 以及讲到这个时代 对于我们所构成的压力 那么笛卡尔 他的生平跟方法的意义就是 他告别了旧时代 我讲的是哲学 告别了旧时代的哲学 迎接了新科学时代的哲学 那还有用方法去证实知识 就认为知识这个东西 我们要讲求的方法 这个方法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用读懂的方式来获得百分之一百确定的知识 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 所以只要有一点你感觉到不确定 刚好我们班上有很多数学系的同学 他感觉到有一点不确定 昨天啊 National Geography 是大家到了八点钟 216台一定要看爱因斯坦传 昨天最精彩了 每天都精彩 我现在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 因为我们都会八点钟准时到家打开电视 唯一会吵架的理由就是 该死了你怎么不跟我讲 这个我是故意制造这种感觉 亲密 然后昨天讲到在1914年的时候 战争爆发的时候 历史战争的时候 安散坚持相信他已经写出来了 《广义相对论》的论文 然后派人到克里米亚去 日时的时候 发生日时的时候拍照 不过还好 因为那个时候普鲁斯跟俄国已经宣战 所以克里米亚是俄国的领土 因此拍照的人被抓了 没有照片送回来 为什么还好呢 因为呢 有几个数学家 赛尔维亚的数学家 发现他的数学的计算 不符合马赫的定律 而马赫的定律 有一些数学的基本原则 所以呢 他的数学是错误 要证实知识呢 他本身就要运用数学 用数学来 应用数学来辅助我们获得科学上的成就 就是现在物理系干的事情 然后这个数学的本身 里面的精彩的地方 就是他的演绎法的应用 deductive method 请大家注意 所以这边讲的用方法讲的是 方法就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一定出错 另外一种是一定不出错 这两种方法就是逻辑中最符合 我们获得知识的途径 一个是归纳法 归纳法就是生物学用的 多看多看多用 然后产生规则 还有一种演绎法数学用的 就是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 找出最具有普遍性的功力 做这个推理 所以数学家之所以得益 就是因为他不会出错 数学家之所以窝囊 不是窝囊 就是感觉到好像没有发挥的空间 就是他没有办法把他数学投射到人间 但是对于天空 对于宇宙 所以昨天讲到暗闪 这个就在这 所以这边讲的方法是讲演绎法 所以同学要不要注意 那谁是笛卡尔呢 17世纪的重要人物 他的生平非常精彩 但是我这里面只是举到最简单 因为我只想强调一个重点 其实他的生平是 所有这个哲学家面对的挑战他都碰到 因为一般人啊 一般人并不真的能够了解笛卡尔的哲学 就是因为那个被我事故我在害到了 很多人不了解 其实笛卡尔是一个他是法国人吧 大家知道法国是非常矛盾的国家 你们没有一个人比我对法国更熟的 很少的 就在法国做30年也不会比我更熟 因为我读法国哲学的时候 我到现在我桌上都还有 我这个书只有有音译本和法语本 我已经两本一起看了 我非常感觉到这个法国这种冲突跟矛盾 法国冲突矛盾主要原因是因为 法国出了现代 Modern Age 我不晓得你们叫现代还是叫近代 就整个现代 因为现代性 最主要关键就是在启蒙时代18世纪嘛 所以这个为什么法国有一个冲突的文化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我们痛恨这个文化不争气的时候 又发觉它已经孕育了我们2000多年 所以你知道的爱恨交织的感觉是难以割舍 所以为什么港独现在很尴尬你知道吗? 开口闭口讲说我们台独不尴尬 我们喜欢日本 日本跟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把鼻子垫高一下就差不多了 可是港独跟那个英国人长得 港独穿那个拖鞋的样子 英国人要饭都长得比他帅怎么办? 不好弄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很复杂 中华文化的认知上 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发觉中华文化什么都不对 然后回过头来讲 发觉它什么都好 这个琴棋书画茶花香各个都好 所以这个很矛盾 很矛盾这种心情在法国一样显现出来 法国的所有文化 你到法国去如果你找到一个 天主教流行以前的任何文化遗迹 找到一个我给你100块欧元 找不到你只要给我1块就好 我都follow我告诉你 原来天主教在欧洲搞的时候 就跟现在伊斯兰国一样的 把所有跟天主教无关的全部干掉 一点都不会剩的 但是法国后来新的文化什么呢? 科学 科学带动来的是一个启蒙时代 18世纪在法国出现了百科全书派 卢梭、狄德洛、Dolbach什么这些人 什么叫做启蒙时代法文教? 英文叫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这个不清楚 法文非常清楚 Le Cirque de Lumière 光的世纪 18世纪 像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矛盾 中华文化面对的这种矛盾 就是一方面要否定自己 一方面要肯定自己的这种矛盾 天天发生在我们周遭 其实法国人老早300年前就发生了 但发生那个时候当中 蒂卡尔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般 一般哲学家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哲学家不见得都要去美国 无神论者就是要说这个世界最多 我们把上帝想成一种intelligent being which happens to be in nature 这个是整个18世纪启蒙时代的神的看法 跟科学观很像 如果你看到那个爱因斯坦在了解的神的概念的话 就是如果自然就是神 那我们能够了解自然 就可以了解宇宙 就可以了解神的创造 这是基本上一直不断的讲的观念 所以这是科学时代当中大家认定的观点 蒂卡尔的哲学是最无聊的 你读过他的meditation meditas用的话 你觉得他无聊一般正常 不是正常 就是一般不够聪明的人根本看不懂 包含我都很难 我根本就是看了 我这本书我读了三十多年了 有时每次拿出来翻一遍 每一次被课中的要稍微读一遍 结果经过好多几十年的功夫 看懂了 我觉得看懂的最主要关键就是说 他说的是一个知识论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跟文化相关的一个哲学 所以蒂卡尔早期的时候在法国读汉 接受耶稣会的教育 你去翻翻历史什么叫耶稣会 西班牙人罗耀拉创造了 在1549年还是多少 查一下 创造了耶稣会 对抗宗教改革 所以蒂卡尔终其一生信奉天主教 在知识论领域中 宗教的背景对他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很多人以为科学家就不会讲宗教了 刚好相反 我做过调查 我们台大的信基督教的教授 理学院、工学院居多 文学院最少 数学系搞不好很多 所以蒂卡尔主要的信息在于数学以及物理 许多欧陆及英国的思想家 在这两个领域都大放异彩 为什么 因为到康德出现以前 没有职业哲学家 像我这样子 领了人民纳税的钱来教哲学 没有的 哲学家很可怜 都是自己 像这个史比诺莎最可怜的是魔镜片 所以我每次在配眼镜的时候都跟他讲说 我们有一位很伟大的哲学家跟你同行 他都不相信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 无所谓 而且我们学校还用了这个史比诺莎的一句话 对不对 就是把这个大学献给宇宙的精神 这史比诺莎的话 好 那蒂卡尔二十岁的时候 艰辛以数学作为基础 发展一个全新的科学系统 这个宏伟的计划来 他那个戏剧性三度的梦境所影响 所以说蒂卡尔呢 对于数学的哲乎 跟我们今天的心情是一样 但是他来自于做梦 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叫做Inception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 Exactly which happens to be nothing to do with dreams 他这个里头要演的就是说 在梦境中 我们根本分不清楚梦里梦外 所以梦中有梦中有梦 还有梦 还有梦 所以说这个这个 对不对 就是演这个电影 大家记住 然后呢 这种用梦来不能区分 所以我跟你讲 你读哲学真的 所以我跟你讲 什么《骇客任务》啊 《楚门的世界》啊 什么的都是用笛卡尔的哲学来拍电影 写剧本 所有跟梦有关电影 弗洛伊德讲的梦很难理解 弗洛伊德讲他讲潜意识 潜意识就是在意识中不存在的东西 没有办法了解 比如说 这是弗洛伊德的例子 比如说你看他戴着高帽子 弗洛伊德说这个高帽子就是男人性器官 你只是不敢戴帽子 但是你怎么看也不像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不好拍成电影 表现成艺术可以 被艺术讲评 你看了没有 你看了没有自由帽子 那大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很复杂 那很复杂 要看懂要听懂不容易 可是迪卡尔讲的梦 却是非常真实 梦里面太真实 真实到 所以等一下我会进一步讨论 所以迪卡尔一生关系的议题就是 先用数学告诉你 数学的那个推理 是有一种真实的感觉 个人的真实感觉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现在讲的课当中大家用一种个人的感觉 遇到不行的时候 数学系的同学要出来呼应一下 说你在做数学题目的时候 其实大家现在不要读书了 都不要读书了 觉得要思考的话就想说 你想想看你在做数学题目的时候突然 啪 哈哈 那种感觉 此时无声甚有声 有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的赶快睡觉 做一个梦你就会知道了 剩下的话已经睡着了可以起来了 然后你在想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读懂你刚才问我什么叫懂的时候 这个人问完了阶段性人物 现在休息了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懂 什么叫做不懂 那个懂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文字 无法用文字形容 你懂吗 你了解吗 比如说你突然发觉 我跟你讲 活用哲学里面的基本要领 就是一直不断的 把那种两个看起来完全不相对的东西 连结在一起 迪卡尔的宗教背景 跟迪卡尔的科学背景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他就发觉说 数学给我们那种推理的那种真理 接触到真理的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吧 有吗 对不对 那种感觉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不知道 标准答案 知道才怪的 就那种感觉不知道 有没有感觉 有 第二个标准答案 有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超越语言 快不快乐 快乐 一种超越语言 但是知道它的确存在的快乐感觉 你想不想追求这种快乐 他讲的是标准答案 这种感受到真理的味道 每个人都有耶 每个人都有啊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 你根本没办法读书 你知道吗 读书就为了读懂嘛 因为事故全书摆在那边 那读懂可就难啦 对不对 好 那么 他最有一本书叫Meditations 我最近正在写一篇文章 就是有关于Meditation这个名词 不过我写的是另外一本陈诗录 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Marcus Aurelius 他的Meditation 这个Meditation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刚刚说过 读懂 看懂人生 懂这个字 英文叫understanding 这个comprehension la confiension 这个懂他太难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像数学里面的感觉一样 你知道他存在 永远他很快乐 但是你很难说出来他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德卡尔讲的Meditations Meditation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 Meditation当然是一个人不可能 否则就叫discussion Meditation就是明师嘛 或者说是沉思嘛 哪里有说一起沉思的人 对不对 为什么不可能一起沉思 你沉思的时候 你受到别人干扰 你也不影响你啊 如果你真的在沉思啊 比如说你把佛光山搬在那边信义区里头 他照样念经啊 对不对 如果说沉思 如果说沉思念经念一念 还上上网啊 那还得了啊 那怎么沉思啊 沉思的要件是外在世界通通不存在 沉思的过程中外在世界根本不影响我 根本不存在 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驯 美女无论有没有穿衣服都丝毫不能够影响我的感觉 这个叫沉思啊 否则你怎么沉得下去呢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证明了一件事 人的心灵是思考的主导Mind 而这一定是个人的 对不对 我刚刚不是讲吗 所谓读懂就是一定是个人的理解过程 而且完完全全要能够得出结果 但这个结果跟别人不一样 除了数学除外 是不是这样讲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也就说明了对迪卡尔来讲 我在沉思过程当中 才能够复制那个数学的经验 才得到百分之百的真实 因为你刚刚那个讲不出来的感觉 是真实的感觉 同学们是不是有一点觉得复杂的 你觉得难懂吗 还是太简单了 会不会觉得太简单了 会不会觉得很难懂 其同学稍微原谅我一点 就说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数学 那不是我在强调数学 所有人都知道数学才给你这种真实的感觉吗 其他没有一个学科给你这种感觉 其他它我们都叫做信念 都不叫知识 信念可多了 我相信这个相信那个的太多了 不能够列举 但是数学这个力量它具有权威性 所以同学们稍微了解一下这里面的重点 好 那么迪卡尔做了进一步的推演就是 这个重点来了 如何获得百分之一百确定的知识 百分之一百确定就是真实吗 对不对 我写一本书叫求真 我这个书是封面 封底 写了给我上课真实的例子 因为写了这个例子 这个书变得很好卖 就是像现在这种情景讲到一样的情况 然后我就一下子问 我在上课大声疾呼 告诉大家真理的追求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 所有同学都是听完以后没感觉 我马上指了一个女同学 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学就是你了 然后就问说请问你 如果你男朋友每一天都陪你 一年陪你百分之九十九 三百六十四天都跟你在一起 只有一天跟别人在一起 你可不可以接纳 你可不可以接受 然后我再补了一句话说 我告诉你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爱情是很难得的 大部分爱情都不超过百分之六十 结果我那个学生听完以后吓了一跳 因为他本来在那边突然一下 他做前排嘛很认真 然后突然讲说 然后旁边讲他说 他说可以啊 听起来还不错啊 然后我说你说的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说不行 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百分之九十九的爱情你还要考虑什么 他说不行 他说我一天都不能够接受 他很认真了 后来吓了我一跳 我说你那么认真干嘛 他说这种事情非认真不可 他变成了他追求真的 我倒不求真的 我说百分之九的 后来我把这个例子写在我那书的封底下 我的学生讲说不行 我要追求百分之一百确定的爱情 后来我坦白跟大家讲 我没有看到过一个例外的 我没有看过例外的 那个学生讲完这个话以后继续睡 这个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他认真之后他其他都可以随便 人性啊 人性啊 人性中包含了对于求真的那种 possessive 那种占有的那种绝对的满足欲望 没有哪个学生讲说你男朋友 就说一年只有一天放假出去陪别人了 其他时间都陪你 你满足吗 不行 其他日子都不重要 就那天特别重要 这不神经病吗 没错老娘就有神经病怎么着 好 对不起啊 讲这句话其实用男生也是更明显啦 男女都一样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男生 所以我讲到女生嘛 对不对 我没有别的这个 请大家不要随便到性别平缺委员会去检举我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说我们对人的人性中那个追求真实 那讲到这个例子既然没有例外 那就很奇怪了 那这件事情的话呢 本身是不是致命的迪卡尔说不知道 但是我们确实从数学的推理过程中得到了这个观点 所以说迪卡尔的回应的方式来扩充他的论 其中展开辩论 在一来一往的讨论当中 他都是要先怀疑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 进一步了解到我们人性的本质上 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想要掌握的 等那种感觉那个片面 所以说读他的书当中前面大多数在强调 这个我们该怀疑 那个我们该怀疑 外在世界我们该怀疑 外在世界存在 你存在 你坐在这边我们该怀疑 我站在你面前我们该怀疑 现在不是做梦吗? 有可能是在做梦啊 对不对?你现在觉得怎么可能? 老师你咬我一下会痛啊 对不对? 十年后你再咬一下也会痛 他发觉原来是梦啊 对不对? 记忆力当中 记忆的内容不就跟梦差不多吗? 日有所失 夜有所梦啊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梦里跟梦外 有什么差别 等一下我们讨论 同学们每次上课就觉得 哎呀这个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那么我再回到说笛卡尔森寿 什么叫士林哲学 士林哲学其实讲穿了就是天主教的 神学哲学化 其中一个多玛斯 多玛斯 多玛斯的哲学 是里面讲的里面主要的重点 请大家注意看 我推荐大家读 What a philosophy can do的最后一章 里面讲到了多玛斯的哲学 大家一看就知道 他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 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好 那么他所提出的那种问题 以及对他绝对主观知识的 确定的诉求 也让当时哲学传统中的 亚里斯多德式的哲学 就是多玛斯的哲学的基础 没有立足之地 亚里斯多德哲学 我刚刚用的例子就是他的哲学 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是致命的知识 迪卡尔用他的怀疑的方法 怀疑这一点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经验的内容 你在鱼缸里面插一根筷子下去 你看到筷子是弯的 拿出来是直的 我问你这个筷子是弯的还是直的? 这个筷子是弯的还是直的? 你怎么知道筷子是直的? 你说在鱼缸外面是直的 在鱼缸内是弯的? 它们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下显现出不同的形状 你为什么要prefer在鱼缸外的 而不会prefer在鱼缸内的? 你难道不知道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大染缸吗? 很多事情的话是直的变成弯的 弯的变成直的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比如说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意境跟形容各方面 所以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如果不相信我们的感官、直觉、经验的话 那我们要相信什么? 它这个问题是来自于 如果你拿数学获得真理的标准来问我们今天 再加上你做梦的时候这两点合起来 你可以质疑这里面的一切 所以的话呢 事实上聪明的哲学家们仍然尝试着回答这个法国人 所揭露的问题 我如何获得100%确定的知识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它太丰富了 我先给大家强调 答案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如何获得100%确定的知识 我们很遗憾 但是我要再进一步地想 没有办法回答100%确定的问题的这件事情 要觉得遗憾吗? 不!要高兴! 为什么要高兴? 因为很奇怪,对不对? 就说老师你刚刚一直跟我讲说 人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求真 然后求不了真 为什么还要高兴呢? 因为就你个人来讲 如果你用这种态度 你比别人活得认真 那这一点差别很大 还有一点你更重要的 你忠于了解人的限制 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个哲学家叫修摩 他说人类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了解人类的限制 然后能够跟这个限制和乐相处 是道家的观念 是任何人都不了解老祖宗的智慧儒是道三家 儒家是很认真的 所以你退休前一定要做儒家的信徒 非常认真、非常实用 你退休后一定要做道家的信徒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人生一切纷纷饶饶 对我如过眼云烟 地利于我河灾 对不对? 名利犹如流水一般 说来就来、说去就去 这种豁达的心理面对限制 你此前当然要信佛教了 对不对?好轮回啊 下次再来啊 对不对? 这个当然是有用的了 所以说一次来三家 满足了大家生活上的需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确实是让我们了解 好 来 有问题 说 你刚刚讲的就是透过经验观察 这个就是自理的知识 我们以为是 经验的观察 还不止喔 还不止喔 我讲的是上帝的存在、自由的意志、灵魂的不灭 这个不是透过经验可以观察到的 但是你经验累积出来的结果 很容易问到说你我他都存在 那你哪来的? 爸妈生的 爸妈哪来的? 爸妈的爸妈生的 最後那个 第一个原因 first cause 这个就是多玛斯证明上帝存在的理由 叫做cosmological argument 宇宙论的论证 很有名的 你讲这个cosmological argument 现在大家讲到上帝存在的论证 觉得很无聊了 要不是为了去美国就不论证了 对不对 那觉得很无聊 但是自由的意志就像刚刚讲 你读阿Q症状你会发觉 人的意志、人的意识、人的意识 人的最终的自己的感觉是自由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我问大家 说你做一个女生应该温柔婉约 你听这句话你觉得对不对? 你做个男性的话应该是豪气甘云 做什么事要果决 做个女生的话态度要温和婉约 你觉得对不对? 做个男的应该什么?温柔婉约 女的应该豪气甘云 也不对 那到底哪个对? 没有对的 有没有错的 也没有错的 就随便 你还干什么干什么 是不是? 你觉得哪里错了? 没有一定 为什么没有一定? 为什么没有一定? 为什么一定? 那你会说了 用哲学语言 哲学语言 我不晓得女性主义者会不会这么说了 但是我不晓得 大家说 人 这是西蒙德布瓦说的 在成为男人或女人之前 他就是一个人 人的本体 就是作为一个人本身 他具有绝对的自由意识 这个绝对的自由意识呢 是不能够被剥夺的 也不可能被剥夺的 因为他就是人 所以社会的规范呢 要强迫他做哪一种人心目中的人呢? 如果没有他自己的参与 那怎么样的规定都不会有效 即使勉强做这种样子的 就像绑了小脚一样 知道他是得生开的 对不对? 这是标准的答案 所以说我们是从对人的了解 推理出来自由意志 就是你讲的问题 在经验中到达硬的阶段 就已经成了一个哲学的概念出来了 对不对? 那灵魂不灭那更不用讲了 就更明显 好 所以呢 我现在问一下大家 16、19年的11月10号 请问在座的同学 认为 认为梦里跟梦外 可以明显区分地举手 说我 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 说梦里跟梦外 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做梦 然后起来后发觉 我在做梦的时候就发觉不用紧张 都是在做梦 所以梦里梦外很清楚地举手 一个都没有 一个 哇塞 两个 那剩下的人都认为梦里跟梦外 是完全不能区分的了? 看那个李温纳多电影看迷糊了 你呢?你呢?你认为呢? 梦里跟梦外是完全不能区分的吗? 你现在是做梦吗? 你现在是做梦吗? 蛤? 那你现在不在做梦的话 你为什么刚刚不举手呢? 你现在在做梦吗? 请问这位同学 梦里跟梦外 是不是可以明显地区分 比如说你知道现在你不在做梦 认为这样的人请举手 我讲得够清楚了 人数增加一些 你确定现在不在做梦? 你确定现在不在做梦? 我现在觉得自己不在做梦 但是我又不知道到另外一个 是呢? 不是现在的状况 所以我一直在做梦 所以你知道现在不是在做梦 但是你会发觉 万一你做梦的时候 也会出现现在一模一样的情景 是不是? 你可以说这问题是问 没有客观的标准去区别 你只能知道你自己 现在有没有在做梦 你们要去讲出他的客观标准 他认为没有客观的标准 所以就没有标准 那你认为呢? 梦是相对的 我还勉强可以理解 然后呢? 就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设定说 有一些我们 我们所谓做梦的当面 还是相对我们现在这个现实来说 相对我们现实来说 他是做梦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生活的有些事情 也不是梦 就是说你还是基本上认为 是不是梦还蛮清楚的 对 讲得很复杂 不过说起来就蛮简单的 就是做梦的状况 跟我们现在状况差别大到 让我很清楚地说 我们现在不是在做梦 对不对? 但是这个大到的程度是程度上的问题 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对不对? 那我来反对你们一下好不好? 你试试看我反对成不成功 好 我认为我们现在冷气吹得很强 很舒服 沙发设计得很软 坐得很舒服 靠背设计得很好 很舒服 我认为我们现在整个环境 除了老师以外 其他都很舒服 都感觉很舒服 对不对? 这是真实的 那我们这个舒服当中 冷气的话是我们的冷气椅子 都是我们接触的触觉 然后我们这个房间当中 已经没有异味是我们的嗅觉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大家都感觉到这像是一个哲学课的样子 老师带着麦克风到处跑讨论啊 对不对? 视觉看到的 而且老师也是做了准备啊 带大家讨论 嗅觉、触觉、视觉 麦克风声音很好听得很清楚啊 对不对? 听觉 唯一的话就是等一下下课要去吃饭 有一点味觉 是不是? 我问大家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 是不是由所有的个别的感官经验 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场景?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在梦中当中看到的 比如说十年后 十年后有一天你突然做了一个梦 想到上课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 很激动的对你讲课的时候 你突然一想起来说 那个老师为什么当初 说那个做古多年的老师 为什么当初对我如此严逸的教训 然后在你的眼睛 哇 忽然出现了 比如说你在梦中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 很逼真 老师那时候声音很大声 你读数学的都是废物 啊 什么的啊? 比如说很震撼 但请问大家 你在这个梦中所看到的那个场景 是不是也是由感官、知觉、经验 这五种感觉、嗅觉、味觉、触觉、视觉 跟听觉一段一段所整体组合出来的 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 是不是? 是不是也是? 问你没用问他 是不是也是? 是不是也是?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为什么我敢讲梦里跟梦外没办法区分呢? 因为你在梦中所展现的感官、知觉的那个片段 比如说你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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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前面学院掉下去了 哥 请问这个害怕是真害怕还是假害怕? 蛤? 你有没有哪一个人说一边要掉下去 哎呀做梦安啦安啦下去啦下去看看下面有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人这样子? 有没有人这样子做梦的? 有没有? 没有吗? 请问你那个害怕 还有人高兴讲说勒头开车了 中假啦 辞职 搬到梦里西市去 住在里连杰隔壁 高兴 中勒头高兴 这个高兴真的还是假的? 蛤? 真的高兴吧? 有没有高兴是假的? 所以说我常常讲说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读哲学的快乐 像我有的时候晚上我最大的兴趣 我这个人天生能够读很厚的书 因为我都不怕了拿起来读读读到晚上 以前我为了要晚上精神好喝咖啡加抽烟 就是完全一种自杀式的阅读爽得不得了 然后还喜欢自己解释 这一段话什么什么的非常过瘾 那时候真的是身无分文的时候 我太太都觉得我在自杀 他讲说你在旁边在喝什么 我说咖啡 第几杯不知道整壶都喝完了 非常高兴 后来我太太就讲说 你这个高兴的过程当中 你不难过吗? 我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在高兴的过程当中就很高兴 很真的高兴 我太太讲说你读了谁的书 我说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他说你读这种书的话 除了能够帮助睡眠以外还有什么用? 我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You never come across my mind 这个很重要 换而言之后我的高兴 我太太讲说你是不是活在梦里 我说刚刚学了一段 梦里梦外是不分的 那我太太说难怪你去去熬夜吧算了 回去睡觉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梦里梦外要区分 是不是有一点颠覆了你原来的想法 是不是有一点颠覆了你原来的想法 因为你现在却知道你那个相对性的概念 是来自于你整个picture 我现在讲的是picture当中的每一个片段 都是来自你这五种感官知觉的结果 对不对 你这么聪明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如果说我们所有看出去的整体 都是由部分所构成 这一定是这个道理 整体一定是由部分构成的 所以也就说明了我们梦里跟梦外 其实都是由部分所构成的整体形象 那我们怎么能够区分是不是在做梦呢? 不要讲梦 讲一个人的信念 相信一样东西 以至于他认为他整个世界就是 从这个信念来开始看的 这感觉跟做梦又有什么不一样? 换而言之 来 你说 我们记得的梦 就是做梦然后被记得的 跟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被记得 好像梦里被记得的比较少 做梦很容易忘记 不会留下 你比过吗? 你讲的非常vague的字眼 什么好像啦 可能啦 这种都不是讲迪卡尔哲学中要用的字眼 你比过吗? 但是梦里有的时候再经不再多 如果万一有的时候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 你在梦里中只会梦到对你有影响力的人 你在梦里怎么可能会梦到张三里寺呢? 神经病嘛 你在梦里只会梦到你真正爱的人 也可能遇到你讨厌的人 但是你会梦到你在乎的人呢? 你不会梦到一些你不在乎的人呢? 像我从来就没有梦过你们呢? 对不对? 我梦到你们神经病了我 我累得要死对吧? 是不是? 是这个情况吧? 所以你很难做区分啊 你在梦当中你说我完全没有思考 其实你完全透过思考在做梦 然后你说我没有思考 就像你在数学系读了四年时候 我完全没有接触过数学 一样的感觉啊 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啊 这还需要思考吗? 来 你还有意见? 老师 如果你相信梦跟真实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梦里面的内容跟生活中的内容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那怎么还会知道有梦? 为什么能够问出梦里梦外 有没有区别的这个问题? 没错啊 所以我就问说当我在做梦的时候 我睡觉的时候 我的梦一直跟着我睡眠状态的时候来的 但觉得很真实啊 然后我醒来以后发觉刚刚的真实 到底是真实还是假的真实? 我再问这个问题 我并不是因此完全否定我自己的逻辑 我只是怀疑说现实社会中 一定有比梦里的内容高未接的这个态度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做梦? 来 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分别梦里跟梦外 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分清楚梦里跟梦外 主要是因为连续性 因为你至少对我们来说的现实 在你有意识的时候 你的你会觉得整个世界是连续的 就像你 假如说今天我们做梦的时候 我们每次就是离开梦的时候 跟我们下次进入梦是连续 但是如果我们 然后我们睡着跟醒来的世界是不连续的话 你可能又会想说 到底哪一边才是梦? 好 要回答他的还是不用回答他的? 回答他的 他帮我回答 可是实际上你在做就是睡着前跟睡着后 这两个时间点已经不连续了 不是吗? 所以你终于有一个时间点 你已经没有在连续性之中 你只能透过你睡前跟睡后的其他东西来 重合你到底是不是连续 可是你其实已经消去连续的时间了 你有没有要回答的 但是至少跟梦 跟两个梦比起来的连续性 因为你会预期 那比较连续性 你会预期你睡着一定时间会过 所以你不会说什么 醒来突然是时间突然变 好 同学我讲一个反例给你听 我们下一个会上到Hume 他说这个连续性是我们假设一种 就我们对外在世界假设uniformity 举个例子 你不要觉得例外 因为我从第一天上课就注意你了 就永远穿那个假脚拖鞋嘛 然后你千万不要难过 那我就假设 其实这个讲起来已经讲破了 就不太好了 但是你下次可能就穿个皮鞋来了 但我随便这样讲 我假设你上课就是喜欢穿的这样子 Hume说这个连续性 完全是你假设的 你会看到一个人非常和蔼的人 下次你上课就对着我打了一个巴掌 然后说对不起我认错人 或者说对不起我没认错人 我早就想打了 你就完全不能够预料人的行为 这个连续性是我们假设出来的 我就说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你怎么会打我 我只是稍微用能不能休克这事情来刁难了你一下 不 或者说是然后说 我就说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连续性 因为它不可预测 你知道这个Hume的怀疑论比迪卡尔厉害多了 就我们假设这个世界中的一切 甚至于我们假设有因果你知道吗 我假设学生为什么喜欢我呢 事实上根本没人喜欢你 真的 因为呢我课上的好 为什么我上的课上的好学生就喜欢我呢 因为呢学生要学知识 我这个课什么都没有只有知识 在我这里获得了挖知识的满足感 现在 请问你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是代表你自己假设的因果性发挥了作用 所以说知识论中的这个问题是很有含义的 有含义的就是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 所以我是把下礼拜要上的东西都跟大家在一起 就是说笛卡尔的怀疑让我们突然发觉 因为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 我们没有经过这个启蒙的脉络 并不能够真正的了解 所以我们这个文化主体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们只能够羡慕这个有笛卡尔所启蒙过的欧洲社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过最严格的检验 这个数学的检验 来检验一个宗教所引导的社会 所以说如何获得百分之百确定 如何拒绝既定的现象 如何拒绝确定的教条 如何拒绝过去的权威 个人只接受理性检验的真理 是这种情况下 所以笛卡尔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怀疑方法 他的一个目的就在这里 为什么会强调怀疑 为什么强调方法 为什么要用这个 透过数学来解释整个宇宙 那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然后现在方法就是用分析成细部来解决问题 我刚刚讲到梦的时候 就分析成细部 就让我们能够了解 由简而返 然后由浅而生 建构解决问题的秩序 最主要的关键是这样的 笛卡尔作为一个时代的一个转变 他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用文字来描述外在 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性来理解外在的秩序 这个差别很大 同学们稍微体会一下 因为很多人 我为什么这个 今天上课一直讲到你几次 就你不要以为 因为你上礼拜给我的问题非常好 我一直在想 你可以问 到了上礼拜三 我也是讲到说你今天的问题 我就突然发觉 我们跟学生 因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的高中教育给学生产生那种错觉 就是有教科书嘛 所以老师上课应该准备所有你该学的东西 否则你就不用学 对不对 所以你会跟我讲 你讲的 其实我很想每一次来都极其演讲 根本什么都不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大学要训练你脑袋中 发挥理性的力量 才能够读懂看懂懂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数学课的话 哪里有什么教科书啊 就是题目嘛 题目哪里没有呢 那老师要教什么 老师教你演算 鬼扯怎么可能教你演算 是你自己在演算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系的老师基本上 很辛苦也很舒服啊 辛苦是没办法教啊 舒服是没办法教啊 一样的概念啊 同样的概念啊 对不对 爱因斯坦很不会上课你知道吗 爱因斯坦完全不会上课 他上课的时候结结巴巴 后来讲说走吧 我们出去散步 他很会聊天 就跟我一样 我是不错啦 我也蛮会上课也会聊天 我很会聊天超级会聊天 真的是非常会聊天 所以说这个就构成了一个知识论转向 就是说笛卡尔的目的是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为出发 然后以及个人的智力来发掘 以确定知识 为什么说所有要追求知识的人 跑到来这边组成一个团体 叫做Academia Academy 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追求知识的人聚集在一起 剩下对知识没有兴趣的人 当然就不用来这里受罪啦 没有人把这个实话说出去啊 没有人把这个实话说出去啊 当台大学生不是要你去拿十分证做这个做那个的 没用啊 问你会不会用你的智力 这个非常重要 understanding的问题是你只有你 这是属于个人的 很多人觉得说不读大学我没有未来 你现在读了大学更没有未来你知道吗 你本来不读大学还可以做工 你还读过大学你不能做工的 对不对 你不读气管系你管他可以当工人 你读了气管系你非当厂长不可 你去哪里找工厂 没啦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笛卡尔的怀疑方法 就其意义而言 这算是西方个人主义的起源 就这么影响重大 各位同学 我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 你们将来 不一定要留学 但你一定要出国去游学 你游学的时候带一双philosophical eyes 去好的大学 坐在那边听课 我很怀疑 美国好大像哈佛耶鲁让不让人旁听 可能都不让 可能不让 因为他学费很贵 但是美国真正好的大学 我们这里可能都没听过 谁知道Steve Jobs是哪一所大学笔 的错学生 没有人知道 美国的好大学 我们知道Ivy League 拜托 美国做世界最强的国家 强了长达200年 他光靠Ivy League 那几个所鸟学校 他能有什么大的功夫啊 美国什么叫做好大学 我们恐怕都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没有人 包含ABC 都没有人真的进了 美国好大学的系统 很少 很少 我讲这个话 开玩笑 我伯父啊 我表哥堂哥 都是美国医生 美国医生未必就是美国的人才 美国的犹太人只干三行 医生 会计师跟律师 但是美国犹太人到底地位好到哪里 我很怀疑啊 美国的社会 它的好大学 里头最重要的 像叫Liberal Arts College 叫博雅学院 每一周都有 每一周有钱 一定去读这个 大家将来有钱 一定要申请一个auditor的身份 去看看美国的好大学 的大学生 我为什么敢讲这句话 我为什么敢讲这句话 我告诉大家 我在一个很特殊的因缘下 接触到这批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 我明知山有虎 偏往虎三行 我到了欧洲全世界最古老的天主大学 天主教大学 入文 去读哲学 然后我读哲学的时候 我是读那种一年的undergraduate 那这一年的话呢 有很多 美国读了三年的书来读 读第四年的读哲学学科 然后我突然发觉 我突然发觉 我以前都没有 因为我以前在东海读书的时候 看过美国人都会搞热门音乐追女朋友 没有见过用功的美国人 可是我发觉我们学校的美国人 长相正派高大无比 上课超笔记 发问 下课十分钟 马上打开纽约时报 写专栏 读专栏 吓了一跳 我跟你讲 加拿大最有名的大学 Macchio University的哲学系主任 是我同学的 你知道吗 Priston很有名的人类系的一个教授 Frank Bradley 是我同学 我妈吓了一跳 我没有见过这么用功的美国人 没见过 真的没见过 我以为美国人都是 因为我以前看到美国人都是美军子弟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最大的特点 你先搞清楚美国的好大学 不要拿我们的观点来想 做律师的赚钱 不要想 就问美国的好大学 问美国人 而且要问真正的程度上不错的 然后他会告诉你 美国有一个Liberal Art College的传统 小的大学 私立大学 伯雅学院 这里面的学生什么都学 这些学生为什么什么都能学呢 因为美国人彻彻底底地灌输个人主义的教育 这西方个人主义发挥的最好就是美国人 他们的个人主义不怕天寒地冻 不怕任何困难挑战 学科只嫌不够难 从来不怕什么数学什么科目什么的 美国的人才 哈佛大学无三小 哈佛学院厉害 基茨啊 这个佐伯克啊 他们都是哈佛学院 叫Liberal College 都是没有例外的 没有例外 美国的好学生 Steve Jobs的话 后来在这个华盛顿州没钱 但他读了Ritz College 后来因为没钱坐在那个 跟人家在宿舍里面偷偷赖在里头 你去读一下这个历史背景 就会发觉 美国的教育 大学教育好是好在他个人主义 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 所以你要看到 看到美国人不要光看 这个这个这个 你接触到的 你要光看美国的精英 看看他那个精英教育 你在法国的话呢 你不要看到一般法国人 你到巴黎高斯去看一下 到巴黎高斯的哲学系去看一下 你在英国的话呢 你请一些Oxbridge Oxford Cambridge的人来看一下 跟他们聊一聊 他们在学什么东西 问他们英文怎么学的 问一问 你会非常惊讶 你会马上 发觉这边的学习都是假的 为什么 个人主义 学习是你个人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体悟 发觉个人的力量 我只要相信我能做得到 反正都是在我脑海中的 整个信念也好 知识也好 是我个人 我刚刚强调 什么叫做读得懂 就是你个人 在阅读的过程中 过程 然后得出来 跟别人不一样答案 但是你以数学的理解为标杆 我是不是讲过这句话 所以你就了解到这个重点 很少人会拿这种 笛卡尔以后的教育来理解西方 大家都是用传统的概念来理解 教育 教育就是受到解惑 什么叫受到 就是老师讲课程 投影片拿来念念念 所以我希望同学看得懂 你们上了很珍贵的一课 像笛卡尔问的问题 很根本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教室中 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教室 我就觉得我存在这个教室中吗 一连串的问题 因为这是你个人要思考的问题 像我发问 连问题都是你个人用的问题 个人主义啊 我说我活得好得很没有问题 那同学们你知道个人主义的力量有多伟大吗 在个人的自由意识里头 是没有道德规范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如果你天生鲁钝 你会觉得活在大家的眼光中很重要 我一个学生亲口跟我讲 老师 你现在跟大家宣布 你是同性恋比你是中国人重要的多得多 否则你没有朋友 我一听我吓坏了 不早讲太迟了 意思就是说 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底下 不管是同样的眼光还是异样的眼光 没有朋友的生活没办法活啊 我说你是活在集中营还是怎么回事啊 你在当兵啊 怎么这么重要啊 你不了解啊 一个被别人讨厌的人 还不如是一个苍蝇呢 我一听哇塞 就像是简直就是卡夫卡的小说 我吓坏了我 吓坏了我 我这社会压力真的这么大 他说你不了解啊 人云亦云云啊 乌鸡而终啊 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 我说难道你就不能够懂一点 过一点偷偷摸摸的日子吗 柔以上且偷生啊 他说是啊 可是到目前为止是看到只有老师演的最好啊 其他人都演的不行啊 我说你叫懂啊 这叫个人主义 只有你个人才能够超越道德的规范啊 你以为道德规范都对吗 你以为道德规范都对吗 我常常上会举一个很无聊的题目 说孝顺父母又鱼肉相鸣的黑道大哥 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觉得你生活经验丰富一点 你觉得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 他鱼肉的相鸣对象就是你啊 不重要 你是说他被鱼肉的对象是好人坏人 但如果他刚好是你自己的亲大哥呢 那就是好人 你看到没有 但是这个问题本身来讲 对我们构成心理上最大的限制是道德规范啊 所以我告诉你个人主义重要就是 你必须要在活在规范底下的同时 又要能够彰显你个人的自由 这是我们所有人面对的当代最大的问题 没有人例外 没有人例外 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何在道德规范性的夹缝中 找寻哪个人最珍惜的一点自由 我不需要讲得再明白一点了吧 我在整个课程当中如果你回头看 将来我们一旦上网以后 你回头看你们的细节我早就讲过了 读迪卡尔特给我最大的快感是 我得出一句话 只有在打破道德规范的同时 才感觉到我真的存在 当我听别人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根本不存在 像你刚刚讲到说 讲到女性主义的那个例子 每个人都知道 在别人心目中塑造成出来的性别 也不是我要的 但是你自己要什么东西你早就忘掉了 是迪卡尔的哲学 让我们想起来这个重要性 太棒了 是你永远记住 当你能够打破一点规范 哪怕那一点点 这一点你要创造出一种灰色地带 比如大家都不能说张话 但是你只讲了一个字 剩下的第二字没讲 别人一听都听懂了以后 然后你感觉到哇塞聪明啊 能够打破规范 如果一个一辈子完全符合规范 像真子一样死的时候 讲着你摸摸看 我的手还在不在 我的胡子在不在 我的头发在不在 好啦我可以死了 那这个人活着有什么用 活着就这样死也是这样子 最后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同学要了解到这个含义 这个所以说 连数学其实都有可能不是致命的这个观念 因为对笛卡尔来讲 宗教背景啊 2加2等于4 我以前在读笛卡尔的时候很难理解 他说这些数学都有可能是 一个妖魔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 发觉2加2等于4是合理的 2加2等于5是不合理的 那时候根本读不懂 你就读他的那个meditation的时候 我们老师自己讲说 Demons control our mind make us think that 2 plus 2 is 4 完全听不懂 后来我在 学我博士论文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天看一个电视 鸳鸯大道两对 抢完钱以后呢 住进一个旅馆 要一个房间 四个人 结果到了当天晚上 那个女的就分娩了 一下生出一个小孩 变成2加2等于5 我想说这是不是笛卡尔说的事情 就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这个当然是讲的 不过后来他说明的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数学的系统来自于一个公理系统 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一个直线 是几何学 而这个几何学本身 这个几何学的本身跟着公理走 是有可能被挑战 后来非无几何学的出现 大家发觉原来几何学是有可能不这样的 这是2000年的真理也被改变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感觉上很超过 但是就是要用办法来尽量的怀疑 怀疑这个外在存在的一切事情 我唯一不能够怀疑的东西 因为对笛卡尔来讲的话 怀疑一切很容易 我们这个怀疑已经非常深入了 怀疑外在世界 怀疑梦里梦外 然后怀疑数学的可能性都怀疑了 那这个笛卡尔讲说 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存在 他说好了 数学的推理就用上了 我们班上数学系的同学就开始 他说你看到我听着我讲 我什么都怀疑 我看你们这几个人这个思考的方式 你们这几个都学医的 你们好好想一下 我什么都怀疑 但有一样东西我不能够怀疑 哪一样东西 就是怀疑 刚刚他问了一个 刚刚哪个同学问说 我梦里中的有没有思考 我说违反逻辑 就说我什么都怀疑 但是唯一一件事情 大家稍微超越一下 有一样东西我不能怀疑 就是有一个肉 有一个东西 不要说肉了 有个东西正在怀疑 我不能够怀疑这一点啊 我不管它长什么样子 都是像龙虾一样 半兽人随便 但有个东西正在怀疑 而且我自己在怀疑 我不能怀疑这一点 然后呢如果这个东西 他正在怀疑的原因是因为他正在思考 所以我不能够怀疑有一个东西正在思考 所以他拉丁文叫Cogito Elegal Som 他没有主词的你知道吗 Cogito就是Thinking Cognition的一个字 Elegal就是Therefore Som就是Being To Be 就是思考And To Be 但是因为他那个表现的方式是第一人称 所以我思过我在 就是说我思考所以我存在 所以大家把那个我字拿掉 就发生只要有思考 那这个思考的东西 就是所以迪卡尔里面讲叫Res Cogito 叫Thinking thing Res Res 那个字是Think Res Cogito 那个拉丁字是讲的Think 就是说我们不要讲他是人 只要你会思考就存在 包含上帝一样 天使一样 天主教徒嘛 有天使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样子存在 我因此而存在 因为我正在思考 那我思考的同时包含说 好了 神学来了 就我一个人会思考吗 你也会思考 你也会思考 大家都会思考 我不能够讲说 有思考那些是我独有的 那这个问题 他就说那上帝创造了全世界 是这样子来的 是这样子 当然你会听到上帝创造全世界 会觉得很麻烦 但是我已经给大家打了很多预防针了 他是个神学家 他相信 因为在那个文化中三百年前 三百年前 你那个时候 在科学还没有很嚣张的时候 要用神学来证明哲学 我们今天来讲是笛卡尔的败笔 但他伟大的地方是他提出了怀疑的方法 然后大家现在想办法就收纳什么叫做个人主义 所以说笛卡尔就构成了知识论的转向 原来我们在问行上学的问题 What do you know? 亚里斯多德的问题 I know this I know that because of my experiences 笛卡尔问说 How do you know that you know this and you know that? 这个what跟how之间的区别太重要了 因为what是可以瞎讲的 你知道为什么what可以瞎讲吗? 这个是另外一种 层级比较低但是也很重要 我们人最大的乐趣 是把我们想象的事情说出来 我每天在干这件事情 讲实话的人很痛苦啊 很笨 因为首先要分辨真跟假就已经够累了 还要把真的讲出来不要沾到假的 受到道德的约束很强 我完全不受 从心所欲我都是讲我想象的 所以我的想象中有逻辑 我把这个逻辑说完以后大家一听哇 超爽超屌的啦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how 我们要能够做到最大的 说确定知识为真正的标准是绝对的确定性的 这一件事情 隐含出来的思想上的转变是最重要的 所以徐同学知道我们讨论知识论的问题 不是要让我们去追真的追求 绝对确定知识或是科学 不 我不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从我们人的个人的智力 intelligence里面来展现 对不对 intelligence非常重要 我们在台湾有了不起的医生 都从来没有以说他医术高明而洋洋自得 都是以除了医术高明外还会拉小提琴 会画画 会写小说 会教补习班 这个洋洋自得啊 都是以这个方式来 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艺术之外的话 那是大家所期待的 但是之外的话 他还有另外一种才能是他个人的啊 展现自我每一个人追求存在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杀存在感 大家可以乱讲 像比如说上课当中 像我自己做过实验 像我一些同学 过来老同学看我 像我们这就是老同学 有学生他见面 老师 我说你以前 他说我又回来了 老师你记不记得我 我说记得啊 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 还跟我说了什么话 哇好高兴啊 老师你真的记得我欸 很高兴 为什么 存在 说老师你记不记得我 你是不是从台科大来的 没有啊 搞什么啦你啊 对不对 觉得对你而言我不存在 大家不喜欢啊 这个在的感觉是很重要 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活生生的一课 那我们的教育本身来讲 就属于崩盘的教育啊 这就是崩盘的教育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什么 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大家都没办法解释 你在教育哲学当中哪个理念哪一个 像那个教育部长 他哪里懂这些东西啊 他哪里知道美国什么叫好大学啊 他见都没见过 他认为美国最好大学就是哈佛大学 训练出来马英九那样的人 差得远啦 难民跟穷人永远很难改啊 好了 所以说知识的怀疑论是在这边 好 我要讲的 Cogit-ergosome 就这个字大家记住 为了要彰显一下自己的拉丁文不错 Cogit-ergosome 我是故我在 这个大家都清楚嘛 每个人都说我说故我在啦 我讲故我在啦什么的 好 每一次当我说这个命题的时候 我必然存在 那个必然 Cogit-ergosome 有一个正在思考的东西 所以 刚刚大家讲那个推理很自然嘛 你现在就懂了 为什么说我是故我在 因为 当我说思考 什么在思考 一定有个主体在思考啊 那就是我啊 所以主体在思考 那不就是表示我存在吗 这个不需要证明的啊 这跟数学是一样的道理 听得懂吗 对不对 就像刚刚那个同学问到说 我这个梦里头是什么 我说你梦里就是思考 人在台大问台大在哪里 你怎么回答 对不对 就不需要回答的 好 但它绝对真实啊 好 然后这就产生了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 叫独我论 Solipsis Solipsism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西方社会感觉到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我每次看到 以前我写博書论文的时候 我博書论文写什么题目 我写科学哲学写 西学东建 什么叫西方的科学如何渐渐地传到东方来 我写的是耶稣会的三大Missionaries 立马都有倘若望南淮人 其中南淮人帮着康熙大帝 签了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把外星安岭 以外整个西伯利亚的土地 通通不要丢掉了 在今天的角度来讲 哎呀 瘋子神经病 签尼布楚条约的时候 康熙高兴得不得了啊 为什么 冷啊 满人都觉得冷啊 一般人的台湾人去了冒滚死啊 欧洲最进步的北欧 Scandinavia Northern Europe 为什么 个人主义 不怕冷 瑞士高山 那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这个瑞士卢梭 我翻译过他的作品 原来瑞士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一块好地方 现在大家都只知道夏天去欧洲玩 我在比利时住的时候 一年九个月的冬天 能活吗 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后来发觉 这个个人主义发觉 诶 改变了一切 这个思想 所以说他们唯一的麻烦是 极端的个人主义 Solipsism 独我论 这是唯一的麻烦 但是他其他各种事情都是要透过思考 所以说感官知觉的体察知识 理性概念思考知识 所以这变成知识的标准 知识的来源 所以我这个是一种发展 我最后一个观念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笛卡尔影响了欧洲 不但影响了欧洲 产生了文化层面的影响 而更特别的是 当他过度强调理性的时候 出现了另外一个派别 英国的经验主义 叫British Empiricism 洛克 休姆跟Berkeley 刚好一个英国人 一个苏格兰人还有一个爱尔兰人 他们分别代表英国人的经验主义传统 说知识的来源不一定都是理性的 经验也构成了知识 所以就变成了我们讲物理学的 跟讲生物学的这个区别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 要进一步的说明 那至于笛卡尔的那个神学的部分 我们会放在第三单元 就是下下礼拜 下礼拜我们要讲到 Hume跟Kander的问题 就是引发出来这种独我论的这种问题 更进一步如何来解决 变成生活中的使用 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讲到形上学的时候 就会提到笛卡尔如何用神学的概念 来看到人其实是一个二元的动物 我们有灵魂 有理性 我们也有身体 也有肉欲的这种区别 那这种把古代的哲学里面的精彩的内容 讲成一个可以活用的对象 是我们整个上课想要表达的 也是应该让大家注意的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本话中文字体写会 菜文字体写会 奖文字体写会 在中文字体写会 改定al destinations 的话 奖文字体写会 甚至我觉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